《笑談》 介紹了學習環境 也報導過學生的升學選擇 究竟還欠什麼 是出路啊 不如我們分頭行事 一如這樣吧 她拿相機 等等不要那麼快 根據醫生的記錄 這次是給了10L的氧氣給你聞 那請你等一等 現在還幫你戴 各位同學 你練習什麼呢 我幫助病人戴這個 非左呼吸性面罩 提供一個氧氣 為他維持正常的血含氧量 通常這些面罩都會提供給一些 COPD 即是麻性阻塞性肺病 又或者是Nelmophores 即是氣胸的病人使用 這些病人通常都會在Respite 或是呼吸科的病房 又或者是空肺科的病房 是最常見的 我知道你們今年的 亦是護理學 永遠學士課程的三年級學生 完成了這個課程之後 是否可以成為註冊的護士 沒錯 我們完成了這五年的課程 我們再通過護士管理局所規範的三個考試 我們便可以成為一個註冊護士 我們成為註冊護士之後 亦都有很多路可選擇 可以在臨床上去醫院 或者一些安老院服務 亦都可以繼續修讀一些 碩士或者博士的課程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 本身是智力架構五級的課程 我們便可以去讀其他課程 去涉接我們其他更加高的指力 教授 學生普遍的出路是怎樣的 我們這個課程是訓練專業的醫務化驗師 而我們的課程亦都在今年 得到香港醫務化驗師委員會的認可 所有畢業的同學都可以直接 拿到這個專業的醫務化驗師的牌照 當然有同學是喜歡科研的 他可能繼續升學 進修碩士以至博士的課程 同學 完成這個課程之後有甚麼計劃 我們完成這個課程之後 我們可以去公共醫院 做副化驗師的職位 也可以去私家醫院 或者其他私家化驗所 都可以做副化驗師的職位 而我便有想過去英國就業 由於我們這個課程已經受到 香港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的認證 而這個認證 亦都是受到英國的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 所承認的 所以當我畢業之後 我只需要交一些申請表格 就可以在英國那邊工作 而不需要再考取一些執業資格 以及讀相關的課程 喂 又有分堂行事 當然了 我找了放射治療科學的同學 在旁邊而已 我看看你要找到甚麼資料 哦 你看不見我很專心地做化驗 你不要叫人等 快點去吧 好啊 這個課程就是放射治療理學士學位課程 專為培訓一些放射治療師 讓他們畢業之後能夠在醫院投身 在這個行業工作 主要是為治療一些癌症病人 他們都需要我們很準確地擺位 讓那些癌細胞 能夠受到應該受的輻射劑量 現在是轉了一個機頭 那他… 哇 因為一偵測到 他快會撞到一個患者 所以… 我們要教學生的輻射防護 是怎樣做法 怎樣保護自己 保護病人 他的家屬等等 所以要學一些物理 輻射物理學 或者輻射生物學等等 我們這個放射治療的課程 已經被這個專業認可 所以同學一畢業 就可以去註冊 成為一個執業的放射治療師 同學有甚麼吸引你選修這個課程 這個是一個專職培訓的課程 它有專業資格認可 畢業後 就可以成為註冊的放射治療師 幫助到香港不同的癌症病人 這就是我選讀這個課程的原因 同學 其實你的事業前景是怎樣的 其實看近年來的數字 根據政府工具處 十年來的患癌症的人數越來越多 對醫療人才的需求也越來越高 希望畢業後 就可以在醫院 從事一個放射治療的工作 回顧社會 說了整天話 不如找地方喝茶 順便整理一些文件 好啊 我忘了我約了朋友 我要先找他 先走 喂 那邊只有車 什麼啊 啊 是我 喂 Winston 原來你在這裡 師姐 怎麼這麼好來探望我 是啊 我們雜誌社做了一個 關於職業專才教育的報道 所以就打算問你拿資料 阻不阻礙你 那你不專業之後的就業情況是怎樣 我最初就修讀了這個三年制的一個設計 額色谷歌文憑 之後就出來工作 都是圍繞著平面設計的工作 然後申請了政府一筆資金的資助 成功創立一個自己一人的公司 最初由設計 去到數字管理 客戶服務 全部都一手包辦 過程都不容易 也挺辛苦 但是整個過程是會開心的 在我的創業過程之中 參與了一個設計項目 當中就認識到不同的合作夥伴 最後就成功合併 現在的規模不停增長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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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為什麼當初你會聘請Winston 他有什麼吸引你的地方 因為Winston很年輕 跟我們的團隊一樣 最初的關係 我很記得是由競爭對手開始 因為他跟我們的公司 是在爭取一個項目 我們最初由競爭對手慢慢發現 於Winston做事上 和對待客人 在美學的要求上 都很有獨到自己一套的心得 我們開始欣賞他 由那段時間 我們就慢慢留意他的能力 他有自己獨特的優勢 接著我們就開始跟他團團合作 我知道你們公司請了一些 職業專才課程畢業的學生 又覺得他們和傳統學術課程畢業的學生 有什麼不同 職業專才教育的學生 出到來其實他們很穩紮穩打 他們亦都很願意去學習 因為他們繼續會去增值自己 一些客人他們給我們的反應 就是除了很有活力很年輕之外 其實他們都很真正幫助他們 在執行上面 或者在各個範疇上面 都發揮到他們的專長 在職場上得到肯定是有很大的滿足感 希望頂爺都滿意我的工作 根據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報告的數據顯示 八成的職份課程的學生或畢業生都覺得 職業專才教育是可以提供到良好的就業前景 而同樣接受調查的中學老師有七成的認同率 中學學生和他們的家長有五成的認同率 他們普遍對職業專才教育所提供的就業前景感到樂觀 政府在2015-2016學年開始 推行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涵蓋了六個專業範疇 分別是建築及工程、創意工業、護理、物流、 檢測與認證和旅遊與款待 透過向修讀指定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提供資助 上一步推動這六個職業專才範疇在香港的發展 香港人口老化將會繼續成為趨勢 大部分經濟行業對人力需求都會不斷增長 而職業專才教育正正可以培育出所需要的人才 和改善人力的質素 經過這次的項目 我相信讀者和我一樣 對職業專才教育有更清晰和深入的了解 那還等甚麼?很多讀者等著看的 好,大家一起開工 好啊 謝謝你們 媽媽終於肯支持我報讀職業專才課程了 我也要記得 大部分 大部分 我們ailed booster 開 proxim